下面演示一下松感悬停 这个通道用来控制GPS的功能 这是GPS关闭松感悬停跟勾控 好 这个是1.32部件 现在是刚起飞的状态 我现在把我们先飞远一点 先测试一下GPS的勾控速度正常 打开勾控开关 可以看到远处的150回来了 回到起飞点上空 对这就是勾控 上面我们把勾控的开关开到松感悬停的状态 这是松感悬停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去控制 我现在放开摇杆 它应该在那个顶上悬停 不动 然后我再来一次过来 放开 它应该在这个点上不动 我这回没有控制任何方向 它是有早点的 好 我们再拉过来 松开 摇杆 放开 不动 它会停留在最后一个时刻的位置上 目前看 因为没有风 所以它悬停大概会在可能都一米以内了 几乎不动 基本上是不动的 非常非常稳定 好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在空中飞几个动作 请记住 现在的摇杆是开到松感悬停的状态 那在在空中做动作的时候呢 好 我松开摇杆了 在空中做动作的时候呢 松感悬停功能会自动关闭 那现在我松开摇杆 它就会悬停在最后一个时刻的位置 当我打开沟哄的时候 飞机就自动回来了 现在沟哄已经打开 回到起飞点的上方 好 这就是松感悬停和沟哄 好 这就是松感悬停和沟哄 好 这就是松感悬停和沟哄 对不起 这是松感悬停和沟哄 松感悬停和沟哄 好 再次 感谢观看